歡迎大家收看 Banderers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些錄音器材 在大家看之前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的小鈴鐺 以及追蹤我們的社交媒體 我們有最新的資訊都會讓大家知道 我是 Hippo 旁邊有 Marvin 今天想和大家說一些錄音的設備 Muffin,你組樂隊有沒有需要錄音嗎? 我記得很多年前,我們年輕一點的時候 去錄音的地方全部都是很龐然大物 所有東西都很巨型、很害怕 進去很多按鈕,不知道要做什麼 很害怕、很不懂 但後面發展我記得很多年前 有些人開始有一個Redmine 可以插入電腦,可以自己組樂錄音 以前完全不懂 錄音是很難聽 最後還是要出外面錄一個餃子 這就是我小時候夾的經驗 跟現在很不同 因為現在錄音跟我們小時候學錄音的時候 就很大分別了 其實今天帶了一些機器給大家看看 眼前看見紅色的什麼 其實我們統稱這些是Audio Interface 音頻介面接口 其實它的功能是用來做什麼呢? 其實最簡單 不如說一下什麼叫Audio Interface 其實最簡單的Audio Interface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電腦或者你的手提電腦 插手提電腦的位置 或者插麥克風的位置 用來開Skybee聊天 或者是Skybee打電話 或者是開Zoom meeting Zoom meeting 那個位置其實就叫Audio Interface 一個位置叫Soundcard 那什麼人會需要另外一塊的Audio Interface 因為譬如你一般電腦跟機的Soundcard 那個位置 其實真的是給你很文用 很基本的通話設備去用 如果你想做一些錄音的話 就當然需要一些好一點的Audio Interface 去提升你的收音 和音頻處理的質素 所以就會有Audio Interface 這些產品出現了 坊間有很多不同的牌子 我們今天就選了英國的牌子 很多不同的款式 大大小小的牌子 這個牌子叫Focus White 那牌子Focus White 可能很多人都聽過 有時候他真的想買一個Interface 的時候看到BOOM 1 2 3 4 5 6 7 那怎麼辦呢 他應該因應什麼去選不同的款式 或者有什麼不同呢 這裡 這裡前面大家都看到 有大大小小的Interface 最小小的就像這塊 這塊就叫Focus White的Scarlet Solo 那什麼是Solo呢 其實看它的面板很簡單 前面就有一個麥克風 一個Instruments 你可以用來插吉他或Instruments 後面最簡單就有兩個Jack-Out 讓你駁回到Monitor 喇叭去聽你的運音 還有一個USB接口 就用來連接你的電腦 或者你的錄音的一個器材 就可以做到一個最基本的 Order Interface 連接了 那我想問一下 譬如現在 假設我買了一個Solo Fire 那我有一部電腦 那我的接駁應該是怎樣呢 由電腦經USB 就插入Scarlet Solo 然後就由Scarlet Solo 後面的兩個Jack洞 就出來喇叭聽 就不是用電腦的 那個Headphone Out來聽 就是這樣 沒錯 因為其實Order Interface 它的功能就是 代替了你電腦本身 最基本的Sound Card 它裡面不同的chips 令到音頻處理 就更加放大一些 亦都是清晰一些 令到你做錄音的時候 錄進去的訊號 或者是播放出來的訊號 都會更加乾淨 更加精細 那現在最小的是Solo 如果越來越大 它又有什麼分別呢 FocusWrite Scarlet 系列 最小的就是Scarlet Solo Solo之後就有一部叫2IE 這部也是非常非常多人選擇的Order Interface 你看它跟Solo的尺寸大一點 其實它最主要有什麼不同呢 Solo一個咪PM 可以用到一支咪去錄音 然後可以插到一支結他 最簡單 自彈自唱都可以 如果去到2IE 你看到它有兩個咪音 同時間可以用到兩支咪 譬如我想用兩支咪去收到一個木結他 一個可能是收到Soundhole的聲音 一個可能是收到Fingerboard的Touch Fingering Finger Picking的聲音 你用兩支咪同時都可以使用到 2IE就可以幫到你 還有其實你看它的插頭 其實是很特別的 它這個叫做Combo插 可以插Microphone 或者插Jack-in都可以的 換句話說 插兩支咪也可以 插兩個Phonejack也可以 什麼時候會用兩個Phonejack呢 譬如假設你會彈Keyboard Keyboard是一個立體聲的instrument 或者我會打電鼓 電鼓也是一個立體聲的instrument 你就可以在左右聲道一起插進去 你就可以收到一個立體聲的訊號 其實錄在電腦上 它都是分開兩條的 就是左環左右環右分開兩條 沒錯 而且這也是在電腦錄音軟件的設定 你可以選擇一條Stereo Track 去做一個Stereo錄音 或者分開兩條Monotrack 在電腦軟件中指示 第一條Track是用Input1 第二條Track是用Input2 你可以分開 一個是用咪去收你的唱歌 另一個是用咪去收你的結他 然後你完成錄音之後 你就可以分別去做一個混音 當然是很方便 我回想起以前小時候 你弄一弄錄音這件事 要有很多線 現在只是一條USB線 那一邊扣著USB-C 那一邊扣著USB-A 剛才我們試過一插進去那一刻 我們都未看過沒有電腦 它已經出來了 已經認得到 已經很方便 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你剛介紹過有Solo和2i2 我看到下面還有兩部大一點的 有什麼分別呢 大一點的分別就是4i4和8i6 其實FocusWrite的模式 很多時候都會有些數碼 通常是代表什麼呢 那個數碼就代表它的Input數量和Output數量 顧名思義4i4其實就是4in4out 4個輸入4個輸出 可能你說4個輸入 怎樣的情況 我用不到4個輸入 假設如果你是在家裏做音樂製作的 可能我有些鍵盤 有電鼓 又要插咪唱歌 或是彈結他 如果2i2 那我唱歌 錄結他 插咪 然後那一頭要錄電鼓 又要拉一條線 然後再插一條弦 去打電鼓 這樣插一插就很麻煩了 你可以選4i4的螢幕 4i4就是兩個麥音 兩個Line-in 如果一些Line-in instrument 或者你本身有鍵盤 又有電鼓 你可以將它們加入一個Mixer Mixer Submix了 兩條channel 接著Input3和4 然後Input1和2 留回來給咪 在前面插咪 那你就會方便一些 那就不用經常插插 還有也有4個輸入 有需要你想將不同的track Separate出來做不同的 Separate出來做1、2、3、4 channel 去播放 或者很多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鼓手 現在做Live 可能會用到這4個output的interface 為什麼呢 譬如我們身邊有很多朋友 現在樂隊很流行會跟program 播著program去表演 譬如鼓手自己on stage 其實他要聽拍子機的 可能他就把output1、2 就是program的backhand track 加拍子機 然後output3、4就是純program 即是純背景音樂 沒有拍子機 那麼3、4 channel 就交給Fund of House 交給Panel哥哥 觀眾聽就聽channel3、4 他自己聽就聽channel1、2 就有拍子機 通常會這樣安排那個interface 來表演用 最常用都是這個情況 除了4i4之後 再上一點就有個叫8i6 其實剛才說過 Number代表它的input和output數量 去到8i6就會方便你插更多的instrument 或者更多的signal 如此類推都是這樣的原理去擴展 如果你找到一部是100i100 就有100個input 那就厲害了 哈哈哈哈 這樣就厲害了 如果找到一個這麼大的interface 這樣就厲害了 應該有整間房子這麼長 但可能就不是用USB連接 那個signal太巨大了 剛才你說過那個model有兩個數目 是input和output 然後我覺得你騙人 為甚麼這麼說 這部東西明明寫著18i8 數起來都沒有18個洞 那哪有18個input呢 其實就是這樣的 這部就是FocusWrite的Scarler18i8 它前面有4個in 後面又有4個in 當計算數碼輸入 有多個Scarler輸入 8加2即是10 何來只有18呢 其實它這裡有一個叫做光纖輸入 光纖輸入就是一個ADAC的格式 其實它一條光纖線 是可以處理到8條音頻訊號 所以其實加上這個光纖輸入 它就可以支持到18個輸入 那怎樣才可以發揮到ADAC 或者怎樣可以將一些analog的訊號 轉成一個ADAC的光纖格式呢 那其實你就需要下面這一部 這部叫做Optopy Dynamic 是一個Mic PM來的 它不是interface來的 那為甚麼我會把它放在一起呢 因為18i8或者18i20 這兩部都是一些多些輸入輸出的interface 但是它onboard 只有8個in或4個in 那我怎樣可以發揮它 它最多輸入的功能呢 就要靠Optopy Dynamic去幫忙 它有一個8個channel的Mic PM Mic或者Line-in訊號進去之後 你可以透過光纖輸出 將它轉換成一個ADAC格式 透過一條光纖線 直接插到18i8或者18i20那裡 就可以將8條analog訊號 連接到這個interface 一起將訊號扔進去電腦 那甚麼情況會用到呢 很多時候鼓手 錄鼓都需要的 因為你數一套鼓最基本 Kick Snare Tom Tom 4 Tom Overhead Overhead Hi-Hat 最基本的 可能再加兩支Rone mic 或者whatever 其實8至10個in 所以如果去到這麼多輸入的話 一條8i8或者18i20 剛剛夠用 或者需要多些麥克風的時候 你就需要一個 Optopy Dynamic的PM去幫你 那你就可以發揮一個 一個最大的一個輸入訊號 去錄到你的電腦裏面 甚至我可不可以 譬如現在我們已經去到 假設我將兩部東西一起用 有10個 那麥克風來講都有多少個 如果 即16個 只有16個 其實可以除了鼓手以外 其實如果你對Bang人不是太多 其實可以全麥克風一起錄都可以 沒錯 因為剛才說 最基本的一個鼓是 可能就當作8channel 或者可能有些朋友 我Bang放錄模 我未必有這麼多支麥克風 可能有四五個channel 然後可能有結他 兩個結他就拿兩支麥克風 可能是Bass一個channel Vocal 和音 然後又是Keyboard 所以其實16個channel都剛剛好錄 所以這些都是大型的 這些interface 都是一些Bang放適合的 剛才我們講過很多不同的input option 有一個孔我們一直都未講的 就是我看到有幾部裏面 它都有一個MIDI的in-out 那麼可以在錄音上面有些什麼可以用到MIDI In-out 反而MIDI其實主要就是用在音樂裏面的時候 如果假設你是用那個interface 或者你本身是做音樂裏面 我會用鍵盤去彈琴 或者去Pin Bass 打鼓 用琴 有些做音樂裏面是用手指 用琴去Pin鼓 其實你通常會用鍵盤 Synthesizer 或者MIDI Keyboard 你都需要一個MIDI接口 去接到你的電腦 將MIDI訊號錄到電腦 當然有很多MIDI控制器 它本身已經有USB Port 但是譬如 我有一個很漂亮的音樂裏面 它通常都會有MIDI Port 你也可以透過MIDI Port 將它連接到MIDI In-out 你也可以將MIDI訊號錄到錄音軟件 另外順帶一提 其實現在FocusWrite的Scalette系列 其實已經來到第三代 第三代其實有一個很大的賣點 其實大家看到它的Input的位置 旁邊有一個叫做Air Air的一個字眼 其實Air就是FocusWrite 自己的PM的一些技術 它將技術加在Scalette系列裏面 那個Air是令到你錄音聲 或是錄音樂器 可以有更多的Head Room 更多的錄音空間 讓你去拿層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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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經常聽到人說要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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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可以用來自合安全的音量 可以試咪 試咪 1 2 3 位 Web 檢查 如果你量度過大 開始會變成黃色 或變成紅色 記得訊號 千萬不要達到紅 紅色代表是 爆咪 Peak 錄出來的聲音便會有些爆聲 錄音之前 給你量度 試試自己唱歌的傷害 可能要用拉咪來咒 或自己弄回聲量 令它不要爆咪 才可以開始錄音 這樣便會比較安全 除了這個Tone Channel 用Level之外 可能你會說 可能interface 這麼多input 我怎樣去管理它的input 或者我怎樣去選擇它的pattern 例如有些Level太大 或者那個信號的Level是比較大些 你可以用pattern功能去pattern 或者我怎樣啟動剛才說的Air功能 FocusWrite 很好的 它有一個叫做FocusWrite Control的輔助軟件 可以幫你管理你的interface的input和output 或者assign output的分配 或者它的pattern功能、Air功能 開不開Phantom Power 這些全部都可以幫你管理 一個軟件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完整個interface的狀態 這也是對你做音樂製作非常方便的功能 今天我們介紹這個錄音器材 就先講到這裡 其實我也講回頭 今天為什麼我們會講這個錄音器材 就是之前我們在通理琴行的IG story 我們就問這個IG問題 就問大家在我們Bandroid節目裡面 你們想看些什麼 這件事是很多朋友都說想知道的 這時候我們今天就選擇了FocusWrite 這個產品來介紹給大家 如果大家下次再見到IG問題的話 記得給我們一些挑戰 就麻煩你了 講到一些不同類型的產品給我們 你們想看些什麼呢 就告訴我們 或者可以在下面留言 你也可以 離開之前記得 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和按鈴鐺 追蹤我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我們有其他最新的資訊 會全部放上去 我們下個星期的Bandroid再見 拜拜